然後他就是 我到那邊他就幫我看一看 看一看 他就說 這個啾要很啾 我介紹你一個東西 大家知道針啾的針 就有點像你縫衣服的針 就是差不多這樣 然後他說 我介紹你一個東西 比針啾更厲害 很粗很大很長 他說 你這種要針波 這麼長的針 你知道這個對不對 就是 波筋 但是他怎麼樣 沒有麻醉 然後沒有任何的 就是他是一根比較粗 比較長的針 但他沒有麻醉 然後你是人意識清醒的 他就搓進去 然後搓進去 然後搓到你筋的地方 然後他轉一轉 然後你會踢到啾啾啾 他就是把你肌肉跟筋 沾黏的地方把它剝開 所以你會踢到啾啾兩聲 或是極痛耶 極痛 而且最重要是 那會有傷口吧 不會 針還是很小 他這個頭是還是 就是比較起來 比針啾的針粗很多 但是他其實不會有什麼傷口 但是他在剝的時候 你會很想踹那個眼神 大概有三秒會痛到極致 但是立刻他拔出來就消失了 所以那個感覺就是 我第一次去 他就拿那麼粗的針 然後一堆人排隊都在看耶 然後他就跟我說 如果你針灸 就是在表淺的肌肉 比如說你灸二十次 才會有一次這樣的效果 對 他說你不如忍一次就把它剝開 剝開以後你的肩膀關節活動 因為他是剝到深層的肌肉 對 聽起來很厲害 很厲害 沒有錯 但我第一次去 我就整個挫賽啊 我就想 而且最重要的是 他就說你這個地方 不是只有肩膀 肩膀是連到哪裡的 頸椎耶 這裡也剝耶 這邊很危險耶 然後我就 你這邊中樞神經 對啊 因為是神經的問題 但那個醫生是真的很有名 你只要打針剝 就是他出來都是他的醫院 他專門來做 真的很有名 我就給他這樣剝三個點 剝完之後 馬上立刻全身放鬆 你知道就整個好醒喔 然後就原本的僵硬就不見了 然後後來為什麼 因為旁邊有很多和尚尼姑陪著我 對 他們就幫你加持 真的假的 和尚尼姑為什麼 我不是來接大題的 為什麼 他們也相信那個醫生就對了 對 因為我就想和尚尼姑 都來找他們看他 為什麼會找這個醫生 代表醫生一定很值得信來 後來我就問那些和尚尼姑 他說他們膝蓋超容易有問題的 因為他們一直打坐 對 所以膝蓋都沾黏 所以很多和尚尼姑找他 就說叫我放心 因為我的肩膀的沾黏 不會比他膝蓋嚴重 他們就是 他們就沒事有事 就來撥撥 啪啪啪啪 而且你撥的時候 沒事就來啪啪啪 你會聽到那個筋是啪啪啪啪 撥開的聲音 很恐怖耶 我覺得這真的很特別 好